再来我们来看涡渡方程里面的这个平流向 那这个平流向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就是原本原本其他就是分开的 只是我们那时候推导的时候把它合并了 那我现在再把它拆开来 你会发现其中有一项是相对涡渡的平流向 然后还有一项是行星涡渡的平流向 那这两个项对于潮级系统的移动会有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相对涡渡平流向的影响 相对涡渡的平流向是绿色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现在横的这个方向是东西方向 应该大家有注意到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西边 你在E的这个区域 就是在脊线和潮线中间的这个区域 你的相对涡渡在高压级这边是最小的 低压潮这边是最大的 所以随着X增加这个涡渡是增加的 那这个涡渡的梯度呢就是正的值 然后VG的话是地转风 那这边是吹西风所以它是正的值 所以这个是正的这个也是正的 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整个项就是小于0是负的值 那右边这里的话 它的相对涡渡是 X增加的时候相对涡渡减小 所以这里的梯度会是负的 然后西风一样是正的 然后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个是撑起来之后会是正的值 所以它告诉你就是这一项 其他项都先不要看的话 这一项本身呢 就会让你的相对涡渡随时间是减少的 然后在二区这边的话 就是相对涡渡会随时间增加 因为这一项是正的 所以你的等号右边会是正的 就表示你的涡渡随时间变化是越来越大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在一区这边相对涡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变小 变小的意思就是最小的涡渡的值会跑到一区来 那就相当于这个极限往东边移动了 那潮线也是一样就是你在二区这边 它原本不是相对涡渡最大的地方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相对涡渡会增加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最大值 最大值是在潮线的地方 所以相当于是原本的那个潮几线呢 是整个往东边移动的 那接下来看行星渡渡平流项 就是最下面这里的 紫色的边 这个β的这个项 在北半球的话一定是正的 因为F的话随着Y增加 F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一定是正的 然后VG的话 在一区的话是往南吹 所以它是负的值 然后负的值在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整个东西会变成是正的值 那如果在二区的话 你的VG会有个南风的分量 所以这个Y方向的地转风呢 其实是正的值 正的值前面再加一个负号 还有β也是正的值 那这个就是负的 这整个项就是负的值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 行星渡渡平流的正负号 跟相对渡渡平流的正负号刚好相反 它的意思就是说 行星渡渡平流向会让这个相对渡渡 随着时间 在一区的时候是随着时间增加 在二区的时候会随着时间减少 刚好相反 就会让你这个一区的相对渡渡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极大值 所以相当于潮线自己过来的 它对潮级系统的影响就是 整个会往西边移动 所以他们这两个项对相对渡渡路的贡献 刚好相反 那最后整体来讲 我们潮级系统到底要怎么移动呢 要看这个波的波长来决定 那如果它是比较短的波 我们在大气里面讲 所谓比较短的波是指这个波长 波长就是这里有个几 这里有个几 从这个几到下一个几之间的这个长度 叫波长 那这个波长要 如果它小于3000公里的话 相对渡渡平流向就是主导的 它就会往东边跑 所以短的波会跑比较快往东边跑 那长的波在我们大气里面讲 是超过一万公里的波 那长波的尺度比较大 所以它比较容易感受到 克势力的效应 所以它的行星波路平流向会比较大 所以就会变成是这一项主导 波就会倾向于往西边移动 中间波段就是借在上面 这个两个波段中间的话 这个潮级系统就会近视滞流 或者是它用很慢很慢的速度 往东边移动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有西风带 就是背景场会是吹西风 所以它在西风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它还是会被背景场带着往东边移动 所以它会用很慢的速度往东边移动 或者是如果背景场风速不是很大 它看起来就会像是滞留在原地 我们最后这里有个作业 就是复习这一段的内容 请说明准地转 渦度方程每一项的物理意义 还有它怎么样影响潮级系统的发展 所以你必须要解释它是 譬如说是加深这个潮 或者是让它往左边移动 还是往右边移动 这些要很清楚的把它解释出来